共產黨想的了 很明顯就想的了 你問回大陸的親戚 他們都清清楚楚 沒有東西 沒得遮 已經差不多全部暴露了 那個所謂經濟問題 統治問題 整個政府根本就散了 因為原本可以做事 那批人全部被他們趕走了 團派實際上幫得他們很厲害 團派那些是訓練 鍛鍊幹部的地方 你說李克強 汪洋那些全部 那不是兩個人 它代表整個團派被他們全部趕走了 說它搞得行 那你說哪裡搞得行呢? 如果搞得行 現在不會這樣 香港說搞得行 搞得行 搞得了國安法 由什麼 由自治興 興什麼東西呢? 現在不方不清 玩完了 現在 香港真的玩完了 就是給它這個國安法 由自治嵐當 玩完了 好不好? 大家看 這就是沒有了人民的議員 如果人民的議員怎麼會給一條這樣的國安法? 或者將來23條不能給它過的嘛 如果人民選出來的議員怎麼可能給它過的? 這些就是很明顯的 違背了人民的議員 它說好 人民說好是好的嘛 不是說人民沒有錯 但是人民錯了它可以再選過的嘛 但是它那幫人呢 那幫專制的人呢 它就沒得錯的啊 它永遠不道歉的啊 它拿去拿責任 永遠都不是推了給別人 又上一屆啊 但是你現在問題很明顯呢 就是它錯了 過去那十年 習近平當政那十年 從頭到尾 見不見的東西都錯了 錯了都爛了沒有 你現在根本就已經無法修理了 整個機器了 中國整個機器已經無法修理了 爛了的了 一向都是靠民營資本家在拼命在做事 賺外匯 做這個做這個 幫它撐住 全部被它踢爆了 踢爆了 這樣就完了 好啊 好事啊 等我沒有了共產黨 我們更加 中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更加 就是分分鐘強不知道多少倍啊 而且那些真是強 GDP那些是假強的那些表面來的 那些是交易來的 正式那些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企業要賺錢 賺了錢之後再投資下去 這個就叫做強了嘛 就是資本的累積才叫做強 GDP那些錢 不過是買賣而已 經濟活動不等於你賺錢 這個我講了很多次 大家要明白什麼叫GDP 什麼叫利益 什麼叫資本 資本大的 現在美國就是資本大到驚人 所以你中國為什麼給美國合呢 就是你資本不夠那麼大 那些資本大又可以做武器 又可以做美金又可以什麼 然後它跟你下訂單的力量又大 什麼都大了 為什麼美國這麼強 是資本大 不是GDP大 中共不懂得賺錢的 因為共產黨從來沒有做過生意 它不懂得賺錢的 它以為GDP大 就是國家就強 搞錯了 資本大 各國家真的強 這個大家一定要明白 好 那就講到這裡可以嗎? 你能不能講到幾句香港的股市啊? 現在倒到一萬五千多點 我告訴你 股市就是代表資本 股市就是代表資本來的 當然股市不是那麼所有的股票 它選了那些指標性的股票 然後又整個指數 實際上你應該計個資本 整個資本怎麼計呢? 就是每一隻股票 它發行了多少數量 每一隻股票的整個數量 然後所有 現在香港的幾千隻股票 就全部都整出來 這個就是真正的資本 再代表哪裏的資本呢? 就是代表大陸那些大的公司 全部在香港上市的 代表香港和大陸最大公司的資本 這個就看到了 你的地方強不強?香港強不強? 那你大陸的資本都在這裡上市 中國強不強? 美國就應該拿美國的紐約交易所 和納斯特那些股票 好像我剛才那樣 每一個股票的價錢 整個發行的數量 就看到那個國家的實力了 但是這幫搞經濟 這幫人是爛鬼來的 不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就看到真的是實力的嘛 GDP怎麼樣? GDP呢? 就是如果別人不說謊的GDP 都可以間接代表 但是直接代表你的國家強不強 就是你的資本 不是你的GDP 這個就是我的計算方法 你信不信用你? 再有一個問題大家提醒了 誰說事? 誰說事? 應該怎樣? 納粹人說事 怎樣代表納粹人說事? 我曾經有個理論 我將來年紀再大了就寫一本書 你就是納粹人 納粹人 納粹人 納一元 你就有一個單位的權利 你納粹越多你就應該說事越多 你不要以為這樣說那些有錢人就說事 不是 納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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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那些勞虎大眾 差很遠 比中級跟它差很遠 實際上就是納粹人 納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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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曾經有個理論 我沒空搞 就是你給一元稅 你就有一個單位的納粹權 你那些走私納粹的人就忘了 公司也是 公司也是在付稅的嘛 個人也是在付稅 誰納粹的 一元稅就有一個單位 大家計算這個呢 實際上就是最公平的 因為說到最後 政府都是一個公司的嘛 那誰給錢給公司就是誰說的嘛 納粹就是誰說的 所以現在那幫 現在是Darvis那幫人 不是納粹的 那些人 我覺得走私納粹的 真的他們給的稅 遠遠少於勞虎大眾 普通的勞動者 打工者納粹的稅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當然我不是靠專業這件事的 好 麻煩你 講到這裡就完畢了 暫時就完畢了 你是不是趕時間啊? 不是不是 你怎麼看李強說中國的經濟增強了5.2% 然後他又唱歌中國的經濟 說投資中國是機遇 不是風險 那他又講得很好啦 好像打開一個雙臂 歡迎愛知進去 怎料習近平在後面又講 對金融監管要掌握大廁 有年有過 什麼懷向到底 還向道邊 感覺好像兩個 兩個好像一個背道而馳 那個長和 中國的GDP 假的不行了 中國GDP說有18萬億美金 每年的經濟活動 現在沒有人去挑戰它 那些人覺得挑戰它 人家當然得罪了它 那些華爾街怎麼敢得罪它 實際上現在有人都算出來 六萬都說它多 六萬億美金的GDP每年 是差不多的 根本就離譜了 都還沒計算它的匯率 因為它那個人民幣匯利美金 那個匯率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那還沒計算 這個又是第一個大問題 接著它說加五個了 那它就沒辦法 現在習近平叫它來達佛斯 它叫它說這句謊話 它就說謊話 就是它說謊話是它的工作來的 現在中國的GDP老老實實說 說它負三、四十都是多了 根本離譜了 如果現在它說 譬如說它十八萬億 現在只有六萬億 那你怎麼說呢 而且還在縮緊 六萬億都還在縮緊 你想一下究竟有什麼理由增加的 今年就更加不用說了 你聽聽一下大陸那些所有的地產新聞 沒有一樣不收拾的 那你外國公司就走了 那所有工廠又關了一半 工廠真的關了一半 那今天還說出來 所有基本建設 停工不准再做下去了 它知道那些地方借些錢去做 現在它就開始有人真的覺得很不便 你借錢要還的嘛 你是建了一條公路 又沒有人用 每年過路費都收不到 建那些高鐵也是 我去山西那些地方坐高鐵 根本整個車卡裡面只有我一個人 連電費都不夠給 所以是笑話來的 整個中國它經常都追求GDP 那它借錢呢 它政府借錢 地方政府借錢 來做那些基建 就是用那些數字的基建來創造GDP 而是涉本的 那你說大不大鑊 那現在做用債 背了一身債 背了 我這幾天也有時候聽蕭商說話 他也很報仇 我告訴你 中國政府的債是三百萬億人民幣 他們說一百萬或者一百多萬多 你覺得全部你不要相信它 三百萬億人民幣 我當然是滿意的 你認識多少 那它那些東西呢 全部你說建了一條高鐵 每天要花費的 要用電的 你不通電 那些什麼車都過不了 那些所有收回來的那些貨車高鐵票 未夠電費 整個中國這樣來說 糟糕到你沒辦法想像 全部都是免資工程 那些人出來 為什麼你們國家沒有高鐵呢? 大哥是本貨啊 人家做什麼做呢? 賺錢他為什麼不做呢? 爭著做什麼呢? 這個很大笑話來的 機場有美得不得了 香港是普通機場 接著去紅橋機場 全世界沒有這麼大的美 誰知道現在呢 十分之一的飛機都不夠 蝕到趴在那裡 李克強跟著出去 沒有人相信他 那個人心裡就廢話說你 廢話說你 廢話破壞將來做生意的關係 說到最後你都是一國之主 一國之總理 廢話得罪你 實際那個人心裡都明白 你已經過了 你回憶整理 這才就真的了 我看了現在 你現在是百分之一 你不知什麼 人家沒有人去 算錢 還沒有人去看實際的情況 安排這麼多樓 進去這麼多路 三位馬車出門 大家明白死了 然後房屋 樓室 死了 然後那個叫做基本建設 是三架馬車 這三架馬車 個個都認住 三架都死了 那你說死不死 還增加 負40已經說好了